我又叫山东 山东吗 山东泰山 山东 2021赛季足鞋杯16分之一决赛火热开打 济南赛区的卫冕冠军山东泰山 依靠费来尼的进球 战胜了来自中甲的南通之云成功晋级 本就是夺冠热门的山东泰山 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媒体 球迷眼中唯一的冠军候选者了 我觉得山东今年 从整体实力到球队稳定性 到人员的厚度 各方面它都是最好的 我只看最好的 当然比赛有运气成分我不敢说 但是从纸面上 山东队目前是我认为最强 今年山东不管是联赛也好 还是其他的各条战线 其实表现都非常的稳定 因为他上一届就是冠军 这一届其实他这种重视程度 我觉得也比很多的球队都更重视 今年国安确实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说按实力来说 广州很强 但是广州这个情况 大家现在也都知道 然后我们往下排 那就是海港 申花 现在从海港和申花的分区来说 他们也未必就真能 从自己这个分区里面杀出来 对 所以我还是觉得山东会是最大的可能 有可能在足鞋杯分组抽签等等对着当中的 他有可能对足鞋杯夺冠的可能性概率更高 所以谈到这儿呢 要说真是让我说出 只能说一句对是吧 山东泰山 面对来自各方的夺冠毒奶 韩鹏似乎有话要说 这为什么叫足鞋呢 可能大家觉得我们是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呢 足鞋又是足鞋的足鞋 然后实力可能要强一些 觉得可能这个足鞋杯肯定是我们能拿的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是六国家队的队员 而且外员是在长间的这种隔离当中 刚出隔离期没有多长时间的训练 所以说他没有一个好的状态 现在基本上状态好的球员 都是我们的国内球员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做这种评价的话 可能是这种 潜意识当中的 这种因为去年的 虽然最后拿到了足鞋杯的冠军 但是呢 我们的晋级之路并不是很平坦的 因为也遭遇到了2-0领先 然后最后时刻被人扳平了这种遭遇吧 然后所以说 就是我们态度就是一场比 一场一场的打 然后呢 打完一场再考虑下一场的比赛 就是说不会考虑 这一场没打的 我想考虑下一场的